美工高校巧固球队 已经参加一百空四年度 重新杯巧固球赛 在到高校女生的第一名 这个好消息团回来 让学生都非常欢喜 就很开心 很 很 很谢谢余燕林老师 我们这个巧固球队呢 是利用平常的 中午以及假日呢 在辛苦在练习 那是由余燕林老师 谢渊宏老师 张嘉林老师 以及王丽雅老师 共同来指导 然后呢 他们这一次在 这个全国中正杯里面 拿到小女甲组的这个冠军呢 其实大家都非常的开心 而这也展现了说 学生啊 他们平常练习的一个成果 那我们也希望说啊 在县府这样的一个鼓励之下呢 我们能够得到更多的一些 经费与设备的一些补助 让我们未来的成绩能够更好 也能够让这个马王国小孩 巧固球呢 能够继续的传承下去 广长李静雄 今天亚特别来办法中金 高丽参照 和风亚特别车 成立这一年 的教队来表演 表示感谢 而且是连续第二年 得到第一名 这种成绩呢 实在是非常的不简单 所以今天特别跟我们教育处的 秋处长一起到学校来 给大家加油打气 我们也感谢地方各界的人士 对我们学校 对我们球队的支持 包括主席 副主席 代表等等 议员 都非常的关心 我们希望 这个小朋友们继续的加油 能够 这个为我们云林县 甚至于为台湾 在国际上 争取更多的光荣 想起到第一名 这背后 需要很多辅助和努力 身手也分享过程 练习的辛苦 有时候练到不会的 要练习很久 就要 有时候要打点 就会一直练 然后就会练到手痛 或怎样 其实当初老师都有说过 不过为什么 又想要参加呢 因为从来没有听过 这颗球的名称 所以想要参加看看 想代表国 代表国想要去比赛 想法都很单纯 就是要为好好 进出和选择 当时也断练带人 进民改革的领点 不过因为超过求 不过人又没法 请手帮助 拉就一样 受欢迎 所以后方 也希望政府 可以重心 让这阵客人 可以打出 改革的一片天 记者 国相片 彩虹不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